欢迎订阅娱乐小工具,这么说吧,凤雄黄肯定会火,但是跟真环传和狼牙宝没法比,首先来看一下这三部剧的共同点,他们都改编自原著小说,属于IP大剧,自带读者粉丝,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播放量,他们都属于古装权谋公斗题材,要么以男性夺利争权为主,要么以女性勾心斗角争宠为主, 他们都在卫视上新播出,收视率肯定不会差,但是有了这些共同点,并不意味着凤雄黄就能跟真环传和狼牙榜相提并论,从演员阵容来看,真环传的主演是孙力、陈建斌、蔡晓芬等演技高超的大咖,狼牙榜的主演是胡歌、刘涛、王凯等实力派戏谷,尤其是孙力和胡歌, 他们二人堪称国内现今的青年演员中的翘楚,拥有许多经典电视剧作品,得到了无数观众的认可,至于凤雄黄的主演关小彤和宋威龙,属于新生代演员,目前还没有能够拿得出手的作品,在这种古装IP大剧中挑大量,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质疑, 从导演编剧来看,真环传的编导,分别是郑小龙和刘恋子,狼牙榜的导演是孔生、李雪,他们四人在业内都颇有名气,其影视作品以严谨考究精致著称,并持着一种匠心精神, 而凤雄黄的编导,是李慧珠和于正这一对老搭档,他们制作的电视剧更加商业化,剧情套路化,严重,画面看似精美但充斥着一股影楼风,从播出平台来看, 真环传是在安徽卫视,东方卫视首播,乐视视频同步播出,狼牙榜是在北京卫视,东方卫视首播,优酷等三大网络平台同步播出, 凤雄黄是湖南卫视首播,芒果TV爱奇异同步播出,湖南卫视播出的电视剧, 大多以都市青春偶像剧为主,娱乐性很强,其中也不乏精品,但马桶谈尿性十足,动不动就对片子胡乱剪辑,久而久之, 许多观众对湖南卫视播出的剧产生了一种抵制的心理, 关小彤和宋威龙都是人气超高的偶像明星,尤其关小彤还有国民闺女的光环, 在流行粉丝经济的当下,凤雄黄自带粉丝流量,还在湖南卫视钻石独播剧场播出, 众多明星也是不遗余力的宣传,不过仅仅播出几集,网络上就是一片虚声, 关小彤的缝纫机造型,和宋威龙的戎指公子,让人一言难尽, 所以说,凤雄黄这部剧肯定会火,但估计会成为一个高收视低口碑的存在, 更多娱乐资讯,电视剧解读,欢迎订阅娱乐小工具,每日更新哦!